第八十九集 相似 罗比辛震惊地看着眼前并排放在解剖室里的被白布覆盖的一排尸体 裸露在外的脚部都已经被烧焦了 黄小荣告诉他 比辛姐 他们大部分都是二级以上的严重烧伤 这里只是一小部分 实在放不下了 丁春秋陪在罗比辛的身后解释道 一共是二十八具尸体 大部分都集中在长途车前门 因为起火点的车后部 罗比辛问道 车门打不开吗 这个还要查 现在遇难者身份都还没完全确定 老丁说道 站在一边的明川问罗比辛道 你到底有没有上车呀 罗比辛看着明川说道 上了 不过后面又下了 众人一愣 罗比辛回忆道 当时在休息站 我准备上车的时候 突然看见一个背影 和你很像 于是我就下车去找他 结果我喊了一声你的名字 那人竟然逃走 我打算去追的时候 被一个男人撞到了 那家伙是个贼 偷了一个大妈的钱包 我本能地去追这个贼的时候 结果被他的同伙给构陷了 两个迷警来了 二话不说先把我给扣下了 也是我一时大意 竟然没有发现那个贼把钱包放到了我的身上 之后我就被带到了派出所 好死不死的 我的警官证也丢在了车上 怎么也解释不清楚 老丁笑道 那你后来怎么出来的 罗比辛苦笑道 别提了 我跟他们解释了半天 又说了我的警号 结果这不是大巴车就出事了 他们就把我扔到了审讯室内 那里就一个辅警 刚上班没多久 气得我蹊跷生烟 后来弄清楚了 才把我给放了 众人听得哑然 明川问道 是看见熟人了吗 罗比辛看了明川一眼 勉强笑了笑 可能是看错了 丁春秋后怕道 你这个真是命大 要是不下车 后果不堪设想 罗比辛点头道 我想去现场看看 众人一愣 当罗比辛再次看到那辆大巴车的时候 他已经被烧成了空壳 停放在废车厂里 江小白告诉罗比辛 现场举证完了以后就躲在这了 罗比辛点了点头 登上了爆飞大巴 放眼望去 里面一片狼藉较黑 江小白指着后排一出座位说 消防那边说 机会点就是这里 罗比辛一愣 当时大家依次排队上车 都在往行李架上摆行李 他排在后面 看见后排有个人一直坐在座位上 一动不动 紧紧地抱着一只公文包 包上印有彭海第二批歌唱 罗比辛没有多想 走到自己座位旁 转身坐下 问江小白道 这个座的乘客身份确认了吗 江小白摇头道 都跑乱了 不知道谁坐那儿 很多人也还没有确定身份 罗比辛若有所思地说 我记得这个人 江小白诧异地看了眼罗比辛 回到分局后 老丁马上联系计真的一个画像专家 在罗比辛的描述下 一个中年男子的画像跃然于纸上 技术人员将画像交给坐在对面的罗比辛说道 罗队 根据您提示的 脸部偏圆 嘴唇偏厚 鼻子比较正 浓眉 长眼 您看一下 罗比辛接过画像 点了点头说 差不多 当时就是这个人坐在起伙的位置 他抱着一个第二皮革厂的公文包 顶唇求接过画 看到他的样子 感叹道 这人看着挺老实的 罗比辛皱着没说 还有个问题 我查了一下 这车满座是三十个乘客 怎么就只有二十八具尸体 老丁笑道 这有什么问题 没坐满呗 罗比辛摇头道 可是我记得到休息站的时候 是满座啊 定春秋仪了 随后 他们开车来到长途汽车站 找售票员询问 售票员知道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也不敢耽误 赶忙调出来售票记录 只是那趟车一共卖了二十张票 一旁的丁春秋询问道 二十张 那怎么死了二十八个人 售票员说道 肯定是有人办道上的车 看车上还有坐 司机就往外卖 我们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丁春秋问罗比辛道 换道有人上来吗 罗比辛皱眉道 有是有 但是我下车的时候 好像确实是满座啊 丁春秋说道 除非有人和你一样 休息站的时候 没赶上车 要不就是你记错了 罗比辛皱眉 他知道 自己一定没有记错 只可惜 现在暂时没什么证据 办公室内的黄小荣感叹道 这种人如果能早点发现 提前制止他就好了 江小白平静地说道 这种人因为经常漠视 或者侵犯他人的权利 基本上无法保持有效的社交交往 所以渐渐地会离群所居 没有什么可以说话的人 所以也很难被发现 我们根据他的手机号查了通话记录 有时候连续几个月都没有电话进出 不过纵火前倒是有个电话打进来 黄小荣说道 你是说 他在大巴车上纵火之前 接到过一个电话 江小白点点头说 这有什么奇怪的呀 黄小荣问道 电话号码呢 我们根据电话号码查到了一个人 他根本没用过那个号码 黄小荣皱眉道 这就奇怪了 江小白很惆怅地说 可这也很难再往下查了呀 你到底想到了什么呀 黄小荣分析道 你刚才说 他是反社会人格 当他对社会的怨恨到极点的时候 就可能会做出极端的举动 宣泄内心的怨恨 但他毕竟没有精神市场 要做这样一件事 需要叙事 在这个叙事爬坡的过程中 如果有一个亲朋好友的电话 打进去给了他理智思考的机会 这种人也可能会放弃这种极端的行为 江小白摇头 那不一定吧 黄小荣说道 一般纵火的反社会人格 会把自己也烧死吗 江小白说道 也许他意识到自己罪则难逃 所以这次对他来说是扩大性的自杀 自己死还要拉着这么多人垫背 黄小荣不屑地说 他都这么疯狂了 还会有负罪感吗 那一个电话就能解决问题吗 黄小荣看他那么笨 忍不住说道 关键不在于电话 而在于跟他人的交流 这种反社会人格 平时很少跟人交流 愤怒的情绪没有出口 你看那些整天喊打喊杀 就从来不犯事 那就是因为把心里的愤怒 都通过语言发泄出来了 这个人在父子之前 情绪肯定很激动 难道就不会对着电话那头 发泄出来吗 江小白陷入思考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看着黄小荣道 除非 除非 那个电话是火上浇油 不仅没有熄灭他的犯罪欲望 反而是更加刺激了他 最终 把他推向了犯罪的绝境 片刻的沉默之后 江小白感慨地说道 李卓家来历不明的那根头发 大巴车上 无法追踪的一个电话 最近咱们经手的案子 怎么都这么奇怪啊 仿佛能抓住点什么 就像是捕风捉影似的 黄小荣冷静地分析道 我也感觉像是陷入一场大网 不过作为刑警 直觉很重要 有了直觉 就需要靠证据链去证明 只要咱们不放弃 真相总会水落石出的 江小白肯定地点点头 傍晚时分 老丁窜到大家 要为罗队劫后余生庆祝一下 众人自然要去捧场 众人围坐在一起 明川与罗比心中间 隔着江小白和黄小荣 丁春秋举着酒杯 开心地说 那个话说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咱们先祝贺一下罗队吧 罗比心举杯 笑着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关心 丁春秋 罗比心 黄小荣 都将酒一饮而尽 江小白和明川没有喝完 丁春秋一看就不干了 他嚷嚷道 哎 你们俩这是养鱼呢 罗比心心知肚明 他有些尴尬 解释道 小白不太能喝酒 别让他喝了 江小白不得已 拿起剩余的半杯酒 向罗比心敬酒道 罗队 敬你 这次啊 能这么快破案 多亏了你的线索 江小白将酒一口喝下 罗比心有些尴尬 丁春秋说道 这还真是 我们查清楚了 纵火的叫张毕林 就是你画出来那个 完全是报复社会 拉着一车人陪葬 丧心病狂 罗比心 问明川道 明川老师 DNA对上了吧 明川点头 对上了 基本能定案了 黄小荣小声地说道 比心姐 你不知道 你失联的那天 是不可紧张了 罗比心一愣 看了眼明川 明川有些尴尬 保持着礼貌性的笑容 丁春秋不满了 指着黄小荣说 那你还挤他俩中间 没地儿坐了是吧 黄小荣笑着搬着凳子 路过江小白的身边 推了推江小白笑道 咱俩跟丁队坐呗 江小白看了眼明川和罗比心 点头移到了丁春秋的身边 明川和罗比心的身边 直接空出了两个人的位置 显得非常突兀 丁春秋看着他们两个人 笑着对黄小荣说 我们不管他俩 我们喝 丁春秋拉着江小白和黄小荣 频频举杯 欢声笑语 反衬的 罗比心和明川 很是安静 罗比心显得有些尴尬 明川端起酒杯 向罗比心敬酒道 今天不谈公事了 罗比心露出了微笑 第九十集 神事 明川与罗比心 肩并肩地走在路上 我才知道 明川老师对活人 也挺有感情啊 罗比心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明川笑道 哼 什么意思啊 罗比心望着明川说道 听说你挺担心我 明川嘴硬道 你当时生死不明 严格来说呀 我担心的不一定是活人 罗比心问道 我现在是死人吗 那你还担心我吗 明川笑了 哼 不担心了 罗比心得意地笑了 哼 你承认你担心过我了 明川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被罗比心套路了 他苦笑一声 哼 还需要我在口供上签字画鸭吗 罗队长 罗比心轻心一笑 坦白从宽了 着火那天你不在休息站里吧 明川乐了 哼 又觉得是我干的了 罗比心摇头道 没有 我下车是因为看到一个人和你很像 还以为是你 明川解释道 我一直在队里 罗比心点了点头 明川问道 你怎么跑去外地了呀 罗比心叹了口气 你其实是被收养的吧 明川点头道 你和工程一块去找郎教授了 是吧 罗比心点头道 他说 你一直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明川感慨地说道 刚做法医的时候 找过一阵子 完全找不着 也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啊 渐渐你就不找了 罗比心想了想 从包里找出一张照片递给了他 你看看这个孩子 是不是跟你小时候长得很像 明川接过照片 猛然一愣 他一脸的诧异 半晌才开口问道 诶 这张照片 你是从哪弄来的呀 罗比心解释道 我在整理马帅案资料的时候 忽然发现一张福利院里的照片 这个孩子跟你很像 可我记得郎教授说 你养母是在医院见到你的 明川盯着照片 眉头紧锁 罗比心问道 你也觉得很奇怪对不对 你对这里还有印象吗 明川摇了摇头 罗比心接着说道 我去过那里了 早就荒废了 但是有个看门大爷还在 说这孩子叫朱易 不过现在想想 可能是我太敏感了 连你自己都对这个地方没印象了 应该只是长得像而已吧 明川却说道 不 这个孩子就是我 罗比心诧异地看向他 你这么肯定 虽然我对这个地方没有印象了 但是这本书 的确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书 这世上没有这么巧合的事吧 罗比心一惊 明川突然说道 这是哪儿啊 你能带我再去一次吗 第二天一大早 明川就开着车 带着罗比心回到了儿童福利院 省锈的大门显得非常的斑驳 明川皱眉凝视着眼前这栋建筑 罗比心使劲地拍着门 朝里喊道 有人吗 有人在吗 可惜院子里没有半点回应 罗比心走了回来 对他说道 奇了怪了 之前还有个看门老大爷在 怎么样 有没有印象 明川摇头道 完全没有 罗比心笑道 那可能就是长得像 或许 你从未在这里待过吧 还没等他说完 只见明川助跑 直接跳上铁门 准备翻过去 罗比心一愣 也跟着翻了进去 废弃的长廊里 落满了灰 明川与罗比心 一前一后的沿着长廊 查看两边的房间 都已经搬空了 罗比心说道 看这样 至少荒废了十多年了 明川点点头 在一个橱窗前 停下了脚步 罗比心问道 为什么不拆呢 还找个人看着 罗比心见明川没有回话 回头看去 发现明川正愣神地盯着橱窗 他走了过去 橱窗内 一张撕掉一半的旧报纸 还贴在橱窗里 报纸头条写着 省领导慰孤儿院 配图是一张合照 合照中间 坐着省领导 和孤儿院的领导 明川 手指向 合照的角落 罗比心赫然发现 自己找到的 那个孩子 同样 出现在这个 合照中 片刻之后 明川 坐在操场上 环顾着四周 紧锁着眉头 罗比心 在他身边 坐了下来 递给明川 一瓶水 说道 不记得小时候的事情 也挺正常的吧 还那么小 明川 说道 一般来说 幼童的记忆 都属于短时记忆 真正的长期记忆 大概在五岁的时候开始 照片里这孩子 应该不到五岁吧 如果真的是你 没印象也正常 明川摇头道 老郎从来没说过 我只知道 我是被父母 遗弃在医院里的 罗比心点头 那天 他也和我们 说了一样的话 明川看了一眼 罗比心 问道 那他 为什么要撒谎呢 罗比心安慰道 这孩子 未必就是你啊 可能只是 长得像而已 我看很多孩子 都长得挺像的 认错很正常 明川笑了笑 哼 连自己都认错嘛 罗比心 怂了怂肩 我就不记得 我小时候长什么样 说不定会认错 明川笑了 哼 也就只有你这样了 罗比心突然道 找当时福利院的工作人员 问一下就清楚了 明川点头 两个人陷入了沉默 罗比心打破沉默 说道 对不起 我本来只想帮你 找到亲生父母 没想到又给你添麻烦了 明川听完 看着他 说道 往后 别背着我调查了行吗 如果你真的相信我 可以直接跟我说 罗比心点头 想了想 还是问出了口 小白说的是真的吗 你在担心我 明川没有看罗比心 看着院子 他没有说话 罗比心从口袋里 掏出了存放在信封里的油盘 递到明川面前 明川愣住了 伸手接过油盘 神情黯然地说 我生气的 不是你在查我 而是你让我觉得 你在利用我们之间的感情 罗比心注视着明川说道 我没有 你要怎么样才能相信我 明川终于看着罗比心 两个人四目相对 两久 明川露出了笑容 看着他 然后他慢慢地走进了罗比心 罗比心好像感应到什么似的 有些羞涩又有些期待地回应着明川 耳人的脸越靠越近 罗比心轻轻地闭上了双眼 突然电话铃声却突兀地响了起来 回荡在空旷的操场上 他有些尴尬地掏出手机 来电显示是工程 罗比心接起电话 问道 师哥 什么事 工程在电话里说道 你们直接去民政局吧 打好招呼了 罗比心看着明川就是一愣 两个人随后开车来到民政局 找到工程给联系的熟人之后 明川将橱窗里那半张破烂报纸摆在了办公桌上 一个身穿工作服 临近退休的老领导 带着眼镜仔细地看了看照片 指着合照第一排最左边的男青年 笑道 这个就是我 当年我还是个办事员 明川指着坐在靠近中间的一个中年女性问道 她就是当年的院长吗 领导点了点头 嗯 秀琴姐那时候也还年轻 罗比心问道 您知道她现在人在哪吗 领导笑道 她早就调去精神康复中心了 说完 领导在纸上留下了一行地址 交给明川道 你们去这儿找她 明川接过纸条 与罗比心对视一眼 笑了 随后 明川开车朝着精神康复中心而去 大概一个小时后 他们到达地方 罗比心与明川的表情瞬间凝固了 只见卫生锁外停着好几辆的警车 警灯闪烁 已经围起了警戒线 罗比心与明川下车 目瞪口呆 此时 老丁从远处过来 看到他们就是一愣 明川 罗队 正要找你们俩呢 明川咒着没问 什么情况啊 丁春秋苦笑道 几个精神病人把院长给捅死了 明川与罗比心脸色巨变 爽爽愣住 明川随后进入现场 他看了一眼 这里的白赤灯 忽明忽暗地闪着 门床皆用粗重的铁链锁住 铁链之上早已是秀气斑斑 好似很久未曾打开过 挤出触目惊心的血迹 溅在发黄的墙体上 令墙上那不知何人所画的儿童剪笔画 显得诡异万分 一名头发花白的女尸 倒在场地的中央 身上赫然插着一把水果刀 血迹顺着伤口一直蔓延到地上 胡曼正举着相机趴在尸体旁 不停地拍照 闪光灯一闪一闪地 照在女尸那猙獰的脸上 远处隐隐传来了哀怨的叫喊声 在场所有人见状 不禁一阵寒颤 老丁介绍道 死者名叫吕秀琴 是这间康复中心的副院长 今早被人发现死在这里 并且有十名病人 在昨晚逃出了康复中心 目前下落不明 罗比辛宇明川 愣愣地看着面前的尸体 两个人的心情是异常复杂 这个时候 一名小警员略来慌张 匆匆地跑了过来 罗队 丁队 你们来看看这个 罗比辛宇明川 颇为默契地对视一眼 绕过吕秀琴的尸体 往康复中心内部走去 在病房内 一只又肥又大 鼓得宛如一只气球状的死猫 僵硬地躺在病房的中央 沈血的毛眼凸显着 像是要被挤出来一般 连同明川在内 看到这副景象的众人 不由地在病房门口停下了脚步 倒抽了一口凉气 丁春秋问道 这猫是怎么回事 现场一片沉默 只听到丁春秋的大嗓门 在病房内回荡着 罗比辛环顾四周 目光落在了病房桌上 未吃的药上 罗比辛问道 这个病房的病人呢 昨晚都逃走了 那个警员解释道 丁春秋马上说道 已经派人去追了 几个精神病而已 罗比辛略带不悦地 瞥了一眼丁春秋 问道 报案人在哪 丁春秋一挥手说 你跟我来 罗比辛随后跟他离去 只有明川 依旧站在病房的门口 意味神长地 看着面前离奇死亡的毛 在医生的办公室里 一名中年妇女正神色紧张地讲述着 脸上全是细密的汗中 将额前的头发弄湿了一片 此时 他正在和民警解释着 我已经说了很多遍 我刚来就看见 吕院长倒在那里死了 我很不舒服 我要回家 民警问道 你再回忆回忆 还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我真的不知道 要知道怎么会不告诉你们 屋外 罗比辛与丁春秋一脸严肃地看着杨爽陆口供 丁春秋介绍道 就是他报的 他叫杨爽 也是这个康复中心的医师 昨晚本应该他与死者一同值班 但是他因为家里有事先回去了 所以今天早上就带了早饭提前过来 发现死者已经倒在那里断气了 听丁春秋这么一说 罗比辛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怀疑 他推门走了进去 见罗比辛和丁春秋二人走了进来 杨爽不由的一愣 罗比辛直接问道 昨晚你到哪去了 杨爽看罗比辛穿着变装 便问道 你是 丁春秋皱着眉手 别管 你照实说 杨爽这才说到 昨天下午 我妹妹说他不舒服 他老公出差去外地了 儿子常年在北京工作 我就跟吕院长请了个假 罗比辛问道 你在你妹妹家待了整晚 杨爽点头道 是啊 夜里他病得厉害 我还陪他去了趟医院呢 听杨爽这么一说 罗比辛看向了一旁的丁春秋 丁春秋默默地点了点头 罗比辛接着问道 吕秀琴平时有没有什么仇家 杨爽说道 外面的人我可不知道 可医院里没有 吕院长平时对人挺好的 没见他得罪过谁 罗比辛接着问 那你知道 他为什么调到你们这里吗 杨爽摇头道 这我就不清楚了 我不过是个医师 人事上的事我真不太了解 警官 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什么时候才能问完 我可能昨晚被我妹妹传染了 现在特别难受 想早点回去休息 罗比辛刚要开口 一名警员冲了进来 丁顿 胸膝上的指纹已经查出来了 是一个叫陆正强的人的 杨爽愣了一下 陆正强 罗比辛与丁春秋 诧异地看向一旁的杨爽问道 你认识 杨爽点头道 对啊 他是我们这儿的患者 罗比辛马上转身问道 人呢 杨爽面露难色 好像跑了 丁春秋与罗比辛匆匆走出办公室 竟然将口供记录递到了杨爽的面前签字 一名男子神色慌张地在小巷内逃窜着 小巷的尽头 丁春秋与江小白的脸突然出现了 丁春秋大喊道 别跑 男子健壮 扭头就跑 并一把将一旁晒干的绿豆打翻在地 丁春秋与江小白追了上去 睡了 踩在绿豆上的江小白脚底一滑 摔在了地上 丁春秋看了一眼 趴在地上的江小白直皱眉 眼看着男子越跑越远 丁春秋的神色一变 钻进了一旁的小路 男子跑着跑着 见身后的人并未追上 不由地放慢了脚步 突然 一个黑影从岔路中飞身出来 扑向了男子 男子一惊 转身想跑 却被丁春秋一把拎回来 按在了地上 这时 江小白才喘着粗气赶到 江小白一蹶一拐地说 我 我是技术流大 看着江小白狼狈的样子 丁春秋不由地笑 男子健壮 想趁机逃跑 挣扎了起来 丁春秋不由地夹紧了手上的力道 怒斥道 老实点 睡了 被按在地上的男子竟然诡异地大笑起来 傍晚时分 分局办公室内人来人往 不断有行为怪异的人被押进了公安局 罗比心拦下一名警员说道 那个陆正强是重要嫌疑人 要单独关押 警员点了点头 突然 一阵诡异的笑声传了过来 他寻声望去 只见丁春秋和江小白压着一名男子走了过来 罗比心迎上前去说道 辛苦了 算上他就抓起了 丁春秋瞥了一眼江小白说 小事 倒是这小子 真该好好练练了 罗比心看了一眼一旁灰头土脸的江小白 鼓游的一笑道 去忙吧 晚上会一事件 丁春秋与江小白压着男子离去 男子诡异的笑声在警局内久久回荡着 水龙头被打开 一道水柱从水龙头里倾泻出来 明川站在洗手台前洗着手 丁春秋与江小白一边聊着天 一边走进了男厕所 只听丁春秋唠叨道 我说你啊 平时少跟那个电脑叫就劲 没事儿多练练 太弱了 江小白有些不服气的嘟囔着 我之前也查着不少信息了 丁春秋冷笑道 少来 瞧你摔的 赶紧洗洗脸 明川关上水龙头 转身往门口走去 丁春秋这才发现明川 他问道 呦 试检结束了 哼 那只猫的死因还没有确定 明川笑道 这时 他看了看满脸伤的江小白 微微一笑道 你们辛苦了 说吧 他便转身走出了男厕所 江小白打开水龙头洗着脸 老丁皱着眉手 不过这小子还真的挺难抓的 他居然知道躲起来骗我们 南侧外 明川突然停下脚步 丁春秋说 要不是我发音快 没准真被他给溜了 这个时候 明川突然折返回来 问道 他会骗你们 老丁被吓了一跳 急忙点了点头 明川推开了监听室的门 隔着门玻璃 看到陆正强 一只手被靠在椅子上 他低着头 宛如一个三岁的孩童般 玩弄着自己手上的手铐 对身边的情况毫不关心 罗比辛在房内来回夺着步 一边紧盯着陆正强 一边眉头紧锁地思考着 片刻后 他蹲到陆正强的身边问道 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杀人 陆正强 好像没有听到罗比辛的话似的 依旧低着头 玩着手上的手铐 罗比辛灵机一动 从口袋中掏出一块糖果 看到糖果的陆正强 顿时激动起来 伸手便要去拿 谁知 罗比辛眼疾手快 将糖果收了回来 问道 告诉我你怎么杀的吕院长 我就给你 听罗比辛这么一说 陆正强犹豫了一下 点了点头 陆正强看了看四周 一脸神秘地看着罗比辛说 万兴人 听陆正强这么一说 罗比辛顿时瞪大了眼睛 冷住了 明川看得不由地笑了 夜晚 会议室内一片沉默 众人皆坐在会议室里 但仿佛每个人都是心事重重的 面如死灰 低着头不愿说话 突然 一个文件夹 啪的雨声被扔在桌上 只听罗比辛说道 现在每个人的口供 都说是外星人让他们逃跑 还杀了那只猫威胁他们 所以他们捅死了 前来阻拦的吕院长 是这样吗 众人无奈地点点头 江小白问道 不会真的有外星人吧 一旁的黄小荣 白了江小白一眼 你们喜欢玩电脑的 是不是整天就盼着有外星人 可他们都是精神病 没有道理骗人的 你再说了 你看那只猫 死得那么奇怪 黄小荣不屑地说 恐怕也就你 精神病的话你也信 被黄小荣这么一说 江小白顿时占红了脸 罗比辛看了看一旁的明川问道 尸检结果怎么样 吕秀琴的尸检结果已经出来了 与现场勘察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出入 死于现场发现的那把水果刀的刀伤 暂时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线索 丁纯球皱着眉手 这么说就是陆正强杀的人了 罗比辛问道 那猫呢 明川苦笑道 猫的情况比较复杂 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不过我想提一点 一个精神病人说 自己见到了外星人并不奇怪 但是这十个人都说自己见到了外星人 那就不正常了 况且从精神学的角度分析 精神病患者通常都只会做出个人行为 罕见有合谋的 而他们这次的出逃 明显是十个人有计划的行为 要真说有外星人的话 倒不如说是有人在指示他们做这些 罗比辛点头道 没错 外星人这个说法只是个幌子 单从现场离奇死亡的猫来看 一定是有人特地布了局在误导我们 明川点了点头 还有一个疑点 老丁 我想请你回忆一下你抓捕最后一名出逃病人时的情况 被明川这么一问 丁春秋有些懵了 他想了想说道 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藏得比较深 难抓了点 听丁春秋这么一说 罗比辛突然激动地站起身来 问道 你说什么 丁春秋有些迷茫 没什么呀 那个人只不过掩盖了自己的行踪而已 但这点小伎俩 很快就被我识破了 罗比辛问道 不对 那个人叫什么 丁春秋回忆道 好像是张金 听丁春秋这么一说 罗比辛转身便往外走 一脸迷茫的丁春秋急忙喊住了罗比辛 你等等 究竟怎么不对了 你倒是说清楚 只听罗比辛说道 从大量的经验上看 精神病人做案后 不会躲避和隐藏 他们怎么会有危机意识认为 会有人来抓自己 甚至为此做出掩饰的行为 这个人一定有问题 说吧 罗比辛看向一旁的明川 四目相对 明川默默地点了点头 再次来到审讯室 除陆宫墙外 其余九名病人 都被带到了审讯室里 他们有的一直在原地打着转 有的一个人是呆呆地看着天空 有的一直蜷缩在墙角里 有的在和另一个人驴唇不对马嘴地聊着天 罗比辛等人站在审讯室外 仔细观察着这些人的表现 黄小荣抱着笔记本 认真的记录着这些人的表现 江小白 偷偷凑到了黄小荣的身旁 问道 你说 都这么久了 能有用吗 黄小荣甩开江小白说 哎呀 你别影响我工作 一旁的明川 回头看了看墙上的时钟说道 不行 这太慢了 说吧 明川将一旁的收音机取来 在广播中 播放起了时下最流行的舞曲 屋内的病人一听到音乐 顿时躁动起来 张金和另一名病人健壮 也跟着其他的病人们 一起胡乱跳动起来 罗比心健壮 不由地看向了身旁的明川 笑道 没想到你还挺时髦的 明川微微一笑 并不多言 继续观察着屋内的情况 第九十二集 假神经病 墙上的时钟 走了足足一个小时 屋内的病人们 依旧不知疲倦地跳动着 张金与萧飞 则是渐渐体力不支 行为迟缓了下来 为了不被察觉 张金和萧飞 刻意躲到了房间的角落里 装出了吃傻的模样 不再与其他人一同狂舞 可是这一切 全被屋外的罗比心等人 看在了眼里 看着体力不支的他们 罗比心的嘴角 露出了一丝冷笑 逮到了 当下 老丁丢进去 把他们两人 带到了隔壁的审讯室里 张金独自一人 坐在审讯室里 一直没有来由地大笑着 笑声在空无一人的审讯室内 回荡着 显得是诡异万分 此时 罗比心推门进来说 省省吧 别白费力气了 我们都知道了 你装疯卖傻了 张金不由地抬起头来 只见罗比心 站在自己面前 面带冷笑地看着自己 张金不由地一愣 随即看着罗比心大笑起来 而在三号审讯室内 丁春秋的眉头紧锁着 看着面前的人 只见 萧飞好像根本看不见丁春秋一样 一直蜷缩在角落里 默默地唱着儿歌 丁春秋倒也并不生气 颇有耐心地 蹲到了萧飞的身旁说道 其实啊 你这又是何苦呢 你心里应该明白 既然我们能把你单拎出来 沈自然是找到了确切的证据 就算你现在不承认 我们自然有办法鉴定你究竟有病没病 你不会以为在这儿你还能跑掉吧 说吧 丁春秋冲着一旁的摄像头比了一个手势 挥一会儿 审讯室的门被打开 一名穿着白大褂的男人 走进了审讯室 罗比心向张金介绍刚进来的医生道 你看 这是魏主任 本是精神科的权威教授 只要魏主任给你做完诊断 不管你现在装的多项都没有用 然而 张金依旧疯疯傻傻的乱笑着 甚至对着魏主任也乱笑起来 罗比心健壮 并未生气 冲着魏主任点点头 示意他先行离去 魏主任健壮 转身离开了房间 魏主任离开后 罗比心翻开了手中的资料 他说道 我希望你能弄清楚一件事 精神病患者的证词 在法律上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即便是真的有外星人指使 你们的证词 我们也无法当作参考 只能将你们当作共犯 送回精神康复中心去 而在三号审心室里 老丁也在重复着同样的话 如果这件杀人案真的跟你没关系 那你何必要说这样的罪呢 老丁的话音刚落 屋内轻微的歌声戛然而止 半嗓 一滴眼泪落在地上 只见萧妃抬起头来 起身 和正常人一样的做回了自己应该做的地方 萧妃苦笑道 我不是精神病 但是呀 儿子不孝顺 什么都听儿媳的 他们呀 非要把我送进来 凭我怎么解释都没用啊 你说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后来 不管我怎么向医生证明我没病 可是啊 他们就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呀 把我惯在那个鬼地方 说着 萧妃无助地将自己的脸埋进了双手中 而在二号审讯室里 张金说的和萧妃说的不太一样 不过也是被家人强行关在这里 听完后 罗比心问道 所以 你就和萧妃密谋逃跑 并设计害死了把你们关在康复中心的吕秀梅 张金一脸惊恐地抬起头来 不 我没有 不是我做的 罗比心皱着眉问 那是谁 张金斩钉截铁地说道 外星人 而在三号审讯室里 萧妃也说了同样的话 罗比心与丁春秋同时瞪大双眼 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的人 江小白和丁春秋凑在一起 奇怪地注视着眼前的物体 此时 就听江小白问道 结果还没有出来吗 丁春秋拍了拍江小白的脑袋 江小白喊疼捂着脑袋 老丁笑道 这么明显你还看不出来吗 做刑警的要有自己的判断 不能依赖法医 江小白一愣 老丁胸有成竹地指着眼前的猫说 高度腐败的尸体 往往会产生大量气体 充斥在体内 造成尸体膨胀 这种现象叫做巨人观 江小白连连点头 原来是这样啊 可是丁段 这像高度腐败吗 老丁看着那只 从案发现场带回来的猫的尸体 放在两人眼前的盒子里 除了尸体极大膨胀之外 没有任何腐烂 毛发干净 江小白不解地问 巨人观我没见过 尸体我可见过呀 丁春秋有些心虚地说 嗯 所以 这就是案子的关键了 偷然 一伤手 把凑在猫尸前的两人扒拉开 只见明传嘲笑着两人说 哼 去去去 别扯淡了 江小白问道 明传老师 结果出来了吗 不是巨人观吗 明传哭笑不得地说 当然不是了 丁春秋一脸正经地问道 你别告诉我是外星人干的 明传笑了 来 给你们 看看东西 说着 他就去一旁准备实验 片刻后 老丁看到了一个连通着抽气泵的玻璃瓶里 放着一个塑料球 江小白 丁春秋 明传带着护目镜围在旁边 明传按下电源键 抽气泵开始工作 发出呜呜的杂音 明传边观察边解释道 现实生活中啊 由于有大气压的存在 使得物体内外部的压强 能够保持一定 可是 一旦进入真空环境 外部压强消失 内压就会迫使物体向外膨胀 正说着 玻璃瓶内的塑料球不断地变形 最终啪的一声破裂 丁春秋和江小白吓了一跳 明传关闭电源 取下护目镜说 就跟这个空气球一样 江小白这才明白过来 闷道 所以这猫 其实是急剧减压而死的 丁春秋摇头问道 那哪来的真空啊 明传点头道 所以 这才是关键 这猫啊 一定是从别的地方 被扔过来的 丁春秋一愣 立刻反应过来 这放猫的人就有问题 明传笑了 丁春秋马上说道 小白 马上排查 彭海所有使用真空设备的厂房 公司 江小白点头道 行 说完 他就准备走 此时 罗比辛走了进来 说道 不用了 江小白一愣 看着罗比辛抱着一打资料 走进了法医中心 放在了一旁的桌子上 说道 真空技术应用的还挺广泛的 不过主要集中在机械 化工 电子行业 事理相关的几家厂子 我都查了 没有发现 丁春秋惊讶地 翻着厚厚的遗落资料 你不早说 好歹我们可以帮你啊 罗比辛说道 一开始我也不确定 想早点把案子查清楚 罗比辛看向明川 明川会议 向罗比辛点了点头 江小白不解地问道 那还怎么卧下查啊 众人陷入沉默 晚上吃饭的时候 大家偷偷摸摸地 都来到六合居 因为今天晚上 又是粥和馒头 实在是有些吃不动了 结果 当他们进来的时候 却发现六合居 竟然没有开张 在大厅的桌子上 摆着一份施工图 明川和罗比辛等人 围在了圆桌的边上 都感到惊讶 只见老李叼着眼走出来 看到明川他们 就指着施工图问道 怎么样 明川诧异地问 你还真要装修啊 老李苦笑道 啊 否则就得关门了 说我这后厨卫生部达标 我心想啊 干脆重新弄一遍吧 顺手 我准备啊 在城南再弄个店 将来啊 你们两边都能去 丁春秋惊讶地问 别了吧老李 你还嫌不够累啊 开什么分店呢 黄小荣笑道 可以顾人呀 开个分店都挣钱 不也挺好吗 丁春秋皱着眉手 麻烦着呢 江小白说 要不开进一点也行啊 开去城南两头跑 不太好管理吧 老李笑道 嘿 那铺子急着出手 面积位置都还行 关键是便宜 罗比辛关切地问道 你现在不是挺好吗 怎么想着开分店了 老李叹了一口气 哎 趁着还能干得动 多赚点 将来去养老院 不麻烦孩子 众人一愣 丁春秋拉着老李 坐下来问道 家里怎么了 老李看他这么紧张 当即笑道 没事 我一直就是这么计划的 其实 谁让我是两个儿子呢 将来这买房 娶媳妇 不都是钱吗 众人面面相觑 都沉默了 丁春秋一拍桌子 说道 嘿 我呀 我都想好了 老了我就跟忠义住山里去 到时候往山后一埋 适了扶一去 深藏公寓名 利落 明川笑了 你想的美 你跟忠义啊 赶紧要一个吧 真的 丁春秋不屑地说 嗨 这都是小事 小事 我都挂齿 明川笑道 哼 还来劲了呀 黄小荣使坏道 丁队 你跟忠局结婚都多少年了呀 怎么就一直没要孩子呢 莫非 老丁一听 脸立马红了 当即嚷嚷道 哎 你这属于性骚扰啊 大家都笑了 门口传来一阵惊呼 众人回头望去 只见一名伙计 凉凉凉凉的 抱着一大盆的碗筷 从外面走了进来 老李喊道 哎 你小心点 叫他们把锅都刷干净了 上回就是没刷锅 检查的人觉得脏 伙计连忙答应道 哎 那刀铲呢 老李皱着没说 废话 每天多少人摸来摸去 你看不见吗 罗比心与明川文言 都是一愣 他们相互对视一眼 刷得站起身来 一同朝门外走去 老丁问道 哎 怎么了 你们俩哪儿去啊 两个人没有回答 剩下的几个人 是面面相去 第九十三集 水果刀 被装在正屋袋中的 水果刀躺在桌上 胡曼翻看着报告 向罗比心确认道 我刚才又仔细咽了一遍 真的错不了 罗比心与明川对视一眼 眉头紧锁 丁春秋从走廊外赶了过来 问道 怎么了这是 明川把刀交给了丁春秋 刀具在精神病院是被管制的 这帮病人平时是接触不到的 丁春秋解释道 可能不抢拿刀了吧 他们不是往外逃吗 也可能是逃的过程当中 陆正强拿到了刀 从死了李秀琴 明川摇头道 问题是 这刀上 只有陆正强一个人的指纹呢 老丁不以为然的说 他是凶手啊 有他的指纹不对吗 罗比心接过话茬 这是康复中心公用的水果刀 每个工作人员都能用 应该有无数指纹才对 为什么只有陆正强一个人的 丁春秋一愣 想了想说 是有人把这刀给了陆正强 罗比心补充道 而且应该不是张金和萧飞 他们当时关在田门里 接触不到水果刀 丁春秋问道 明川 这和那猫是同一个人干的吗 明川点头道 只能问一下了 丁春秋与罗比心都是一愣 他们开车来到了康复医院 出示了警官证之后 工作人员带他们进入病房 打开铁门后 就看到空空如也 如同求是一样的病房里 陆正强带着手铐 失神地坐在地上 身旁两个年轻干警 一左一右地在远处看守着他 罗比心带着明川 走进房间内 说道 被抓了以后 他就一直这么坐着 什么都不说 明川点了点头 慢慢地走到陆正强的身前 陆正强很害怕 连忙后退 传缩在墙角里 不敢直视明川 明川询问道 能把手铐打开吗 罗比心有些犹豫 明川笑道 刀在我手里 罗比心犹豫着 把刀递到他手里 明川冲罗比心 从容地笑了一下 转身推开了门 此时陆正强大喊着 糖 我要吃糖 明川停下脚步 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最后 明川给了一旁的民警 几十块钱 让他买一些糖果回来 明川拿着糖果 哗啦一下子 全部倒在陆正强的面前 铺满了一地 陆正强兴奋得如同一个孩子 扑进糖果堆里 明川此时耐心地问道 告诉我 这刀是从哪来的呀 陆正强没有回答 他拿起一颗糖 用手用力地垂下去 包装瞬间破裂 发出啪啪的声音 陆正强笑容满面 根本没有回答明川的意思 明川伸手将糖都揽在自己面前 阻止陆正强拿到 陆正强急了 看着明川快要哭出来了 这个时候 明川才说道 说了呀 我就都给你 陆正强似乎并不明白 他眼睛直勾勾地 看着那些糖果 不停地一语 明川看了眼 站在身后的罗比心 丁春秋等人 无奈地起身 将糖都还给了陆正强 陆正强恢复了笑容 不停地拿手 砸着糖果的包装碗 罗比心轻叹一声道 我就说他是个精神病 怎么可能问得出东西 此时 在两人身后的丁春秋 压低声音问道 要不问问张金和萧飞 他俩装病 肯定看见那时候的情况了 江小白摇头道 他们俩肯定不会说的 罗比心点头道 说了就是共犯 他俩只能抵赖到底 丁春秋皱着眉手 这帮人逃出去的时候 正好在换班 当时旧吕秀琴在场 没别的目击证人了 黄小荣却说道 这么敢瞧 肯定有问题 罗比心也是非常的惆怅 可生下的那几个 全都跟陆正强一样 没法问 明川一直在旁边 凝视着不停地拿着手 吹糖果包装玩的陆正强 一个个真空小包装 被陆正强砸破 顿时明川的眼神就是一亮 他突然对众人说道 还有一个地方 会用到真空 大家一愣 众人驱车来到了 鹏海第一食品厂 找到了负责人后 直接把他们带到了包装车间里 明川看着车间内的机器轰鸣 一整台包装完成的散装食品 从包装机里吐出来 说明来以后 身着卫生制服的车间主任 朝明川 罗比心喊道 不可能 食品厂对卫生要求很高 任何人员进出车间 都要我批准的 没有乱七八糟的人进来 猫就更不可能了 明川从包里掏出院长 以及陆正强 还有其他出逃的精神病人的照片 拿给主人看 然后问道 这些人你都没有见过吗 主人看了看 摇头道 真的没有 明川略感失望地收回照片 向他道别 两个人朝着车间外走去 此时 罗比心又说道 我们到现场发现院长被捅死 陆正强被当场控制 其他人跑了 又都找了回来 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明川点头道 我们一定是忽略了什么 铁门外除了院长 肯定还有人 明川与罗比心 一边走一边想 突然 明川发现 罗比心不见了 他回头一看 罗比心站在身后 有些激动地看着自己 只听罗比心喊道 我知道我们把谁拉下了 报案的人 明川一愣 罗比心立刻反身 再次询问主任道 主任 精神康复中心 有个女医生 叫杨爽 你认识吗 主任一愣 认识啊 她是我表妹 罗比心欣喜地 看了一眼明川 两个人随后 赶往了杨爽的家里 路上 罗比心 让附近的派出所来增援 这是一栋老式工房 楼道内 罗比心打头 丁春秋带着江小白 明川和一中干警 沿着楼道一字排开 罗比心刚想敲门 却发现门是虚眼的 罗比心一愣 推门而入 此时 他看到杨爽家中是一片漆黑 客厅的窗帘紧闭 丝毫察觉不出是大白天 屋内垃圾遍地 显得非常凌乱和诡异 罗比心手摸着腰间的枪 边朝里走 边喊道 有人吗 屋内没有人回答 家里的房门都洞开着 罗比心谨慎地探山进去 发现屋子里都没有人 罗比心松了一口气 一回头 只见一个脸色苍白 披头散发如同女鬼一般的女人 贴在自己面前 直愣愣地看着自己 罗比心发出了一声惊呼 他被吓了一跳 当下窗帘被拉开 阳光瞬间将屋里照亮 坐在床上的杨爽连忙用手遮挡眼睛 他虚弱地问警察道 你能把窗帘拉上吗 明川看了他一眼 说道 你脸色很差 杨爽咳嗽了一声说 有点发烧 此时 明川留意到杨爽手背上的 数条猫的抓痕 不禁皱起了眉头 这个时候 江小白喊了他一声 他来到正在客厅中 搜查的江小白的身边 只见书桌抽屉里 满满都是真空袋 而不远处的一个猫石盆 引起了明川的注意 猫盆上的价格标签 都还没有被撕掉 上面有几根 没有清理掉的猫毛 明川将猫毛收集入试管 此时背后的罗比心问道 怎么样 明川起身 点了点头说 看着像是他 罗比心与明川 再次回到杨爽面前 他问道 杨爽 康复中心死掉的那只猫 是不是你的 杨爽虚弱地看着罗比心 没有回答 明川问道 你手上的伤 是被猫抓的吧 你现在不说没有任何意义 回到实验室一化验 就都清楚了 杨爽仍然没有回答 眼神逐渐地失焦 罗比心接着问 猫是不是你故意扔在那的 这时 杨爽微微一晃 突然像黑一样 晕倒在床上 罗比心与明川震惊不已 当下 众人马上拨打了急救电话 片刻的功夫 救护车抵达 医生们简单地检查了一下后 就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到了车上 在车上 罗比心轻声地喊他的名字 此时满头大汗 躺在担架上的杨爽睁开眼 才看清楚是罗比心正在呼叫自己 明川仔细查看杨爽手中的抓痕 问道 被抓伤以后 你有没有去打疫苗啊 杨爽没有回答 他不住地颤抖着 用手遮挡自己的眼睛 明川果断起身 将救护车窗的帘子全部放下 车内一下子暗了不少 罗比心问道 怎么了 明川神色凝重地朝罗比心摇了摇头 罗比心急忙问道 杨爽 猫是不是你扔在那儿的 水火刀是不是你给陆正强的 杨爽不停地颤抖着 在病床上呢喃着 什么都听不清楚 罗比心再次凑近杨爽问道 你说什么 杨爽断断续续地说 有人被先扰我 扰我 在一旁的明川 留意到杨爽攥紧的拳头 眼神已经不对了 明川意识到危险 猛地推开罗比心 这时杨爽发疯似的 张嘴死死地咬住了明川的手臂 两只手死死地攥住了 担架床的护栏 如同杨巅峰发作一般 剧烈地颤抖着 明川闷横一声 罗比心大惊 和随车医生一起上前拽着杨爽 杨爽却怎么也不松口 罗比心情急 立即拔枪 用枪托猛击杨爽的头部 终于迫使杨爽松口 明川立即拽过一旁的输液管 将杨爽死死地绑在病床上 罗比心当明川摁住了出血的手臂 车中一是一片狼藉 几个人急促地喘息着 震惊地看着杨爽 如同一只困兽在担架床上 使劲地挣扎着 口吐白沫 到医院之后 急诊大夫马上对杨爽进行了抢救 此时 明川正在护士的帮助下 用大量清水清洗伤口 罗比心担忧地问道 痛吗 明川摇了摇头 这个时候 黄小荣冲进了诊疗室 焦急地问道 师傅 怎么回事 明川乐了 死不了 打几身呢 就好了 丁春秋和江小白 跟在黄小荣的身后 也走了进来 老丁皱着眉说 我就说着杨爽看着不对劲 江小白说道 明川老师 记着那边给信了 家里发现的猫毛 就是那只猫身上的 丁春秋点头道 那可能整件事情 确实就是杨爽一手策划的 罗比心这个时候却说道 可是杨爽说 是有人给钱让他这么干的 老丁皱眉道 他为了逃避责任 才这么说的吧 明川不解地问道 可是 他为什么要杀院长啊 罗比心说道 他的动机我们还不清楚 小白 去查一下杨爽的银行账户 看看有没有人给他转过钱 江小白点头离开 而就在此时 急救的大夫从抢救室里走出来 一脸遗憾地说 对不起 我们尽力了 病人抢救无效 已经死了 当下 众人纷纷约了 上午十点左右 会议室里的众人 都看着一个长相清秀的中年妇女的照片 只听江小白介绍道 方方 三十五岁 何花池幼儿园老师 我查了杨爽这两年的银行记录 只有他 很规律 每个季度 都给杨爽转一次钱 丁春秋一听 便否定道 每个季度转 这不像是满凶杀人呢 罗比心问道 数额大吗 江小白摇头说 不大 每次金额都固定 罗比心非常疑惑 此时 江小白接着说 一开始我也觉得奇怪 后来我问了康复中心的人 说康复中心每个季度 都要给病人做一个测试 为的是 确定每个病人的真实状态 如果达到了康复标准 就可以出院 而方方每次转钱 刚好 都在这个测试之前 明川一愣 你是说 方方花钱买通了杨爽 改测试结果 嗯 我觉得是 因为这个方方是张金的老婆 众人又是一愣 第九十四集 猪翼 操场里 方方正带着孩子们 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明川与罗比心隔着围栏 在院外看着孩子们 明川突然说道 当年刘辉 也是这么偷偷看着我们的吧 罗比心一愣 安慰明川道 那个孩子未必是你 可能是我们想多了 明川笑着摇摇头 你不是一直相信 自己的直觉吗 怎么 这次不信了 罗比心黯然道 我觉得 我做了一件错事 明川好奇地问道 怎么了 罗比心苦笑道 如果那孩子真的就是你 你会去问狼教授吗 明川一时语色 一时没有回答 他轻叹一声道 有时候 我真觉得有点对不起狼教授 他一辈子没有声语 一心一意抚养你长大 可是我们却在怀疑他 明川的眼神一暗 我只希望他没有骗我 这个时候 操场内 一个门卫大爷 跑向了方方 对他耳语了几句 并指向了站在栏杆外的明川和罗比心 方方看到两个人 神情就是一愣 随后 罗比心把方方带回了分局里 在神讯室内 他低着头 坐在罗比心的对面 很是沉默 罗比心将银行转账记录 摆在方方面前 直接说道 这是你给杨爽的转账记录 从张金住进康复中间以后 每个季度打一次钱给他 到现在两年整了 方方低着头 没有说话 罗比心看他不说话 直接说道 杨爽死了 方方震惊地看向罗比心 罗比心此时说道 他临死的时候说 有人给他钱 让他策划精神变人出逃 我们怀疑这个给钱的人 才是谋杀吕院长的真凶 方方不住地摇头 不是的 我跟吕院长无冤无仇 我从来没有让他去害吕院长 罗比心问道 那这些钱是怎么回事 方方的眼眶一红说道 我不想让张金出来 罗比心一愣 此时 方方缓缓地举起手臂 将袖口撩起 只见他手臂上满是被烟头烫的伤口 惨不忍睹 他委屈地说道 他一不开心 就动手打我 我要离婚 他又缠着我不离 还威胁我 我都不敢回家 罗比心问道 怎么不报警 方方苦笑道 你以为我没有吗 说着 他委屈地抽气了起来 我去过法院 验过伤 伤过布连 有什么用呢 每次调解完了 他弹我打得更凶 除了把他关起来 谁还能来保护我 罗比心看着眼前痛哭的方方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此时 江小白推门走了进来 说道 罗队 出事了 罗比心走进大楼大厅里 顿时愣住了 只见大院内站着一排人 手里拉着横幅 写着 希望警察秉公执法 体察百姓疾苦 钟毅正在院内 和一星人沟通着 他喊道 有什么事 大家去接待室好好说 为首的一个中年女子 情绪有些激动 钟局长 我们这也是没办法 你们要替我们解决完 我们才走 罗比心跑了过来 安慰大家道 我是刑警大队队长罗比心 大家有话好好说 中年女子一把抓住 罗比心的手 罗队长 你们把方方放了 我们就走 罗比心一愣 你们是他什么人 中年女子说道 这杨医生的钱里 都有我们的份 是方方替我们把钱 转交给的杨医生 只有杨医生 愿意帮我们 你们要是抓方方 就干脆把我们一块 抓起来吧 他身后的众人 纷纷应和 罗比心看着眼前的众人 十分为难 片刻的功夫 他们被丁春秋 江小白 攀谱领着一众警员 在各自座位上 了解家属们的来意 罗比心双手抱胸 看着眼前的景象 显得很是无奈 明川拿着两杯水 递给他 问道 怎么样 罗比心摇头道 为了什么的都有 总之 就是不想让康复中心里的 那些人回去 可是该放的 还是得放出来 他们毕竟是正常人 长期被关在精神病院里 是违法的 明川只是默默地听着 没有说话 此时 罗比心问道 那案子怎么办 强爽杀 吕院长的动机 还是没有 明川说道 我想去一趟 吕院长家里 两个人 把这里的事情 安顿给了老丁 随后 他们开着车 朝着吕院长的家里驶去 敲开门之后 罗比心看到客厅中 简单地布置了一个灵堂 整个家都撞绣得非常朴素 整洁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 给明川和罗比心发香 明川举着香 对吕秀琴的黑白照片散鞠躬 把香插进香炉中 说明来意之后 老者倒是很配合 他回到房间里 拿出来一本相册 只见相册里放满了老照片 其中一张是吕秀琴之前 在地球村孤儿院前的照片 老者指着照片 充满爱意的回忆道 秀琴那时候才三十 明川看了看老者笑了 老者接着说道 孤儿院里的孩子 我特别是吕秀琴 我特别喜欢秀琴 明川问道 明川问道 你还能回忆起来当时那些孩子的样子吗 老者摇了摇头 太久了 罗比心问道 有个叫朱易的孩子 您有印象吗 明川一愣 朱易 罗比心点头 对明川说 照片里的那个孩子 门卫说叫朱易 老者此时说道 朱易 朱 哦 想起来了 有印象 这个孩子有点特殊 秀琴特别关照他 我有印象 明川问道 他为什么特殊啊 我问过 秀琴不说 好像是不方便说 明川愣了一下 问道 后来他去哪儿了 您知道吗 老者摇头 好像离开孤儿院了 这个只有秀琴 他最清楚了 明川又问道 您记得这孩子有什么特征吗 老者想了想 这孩子 脸颜 脸颊上好像有颗痣啊 明川一愣 罗比心迅速地瞥了一眼明川 发现明川脸上并没有纸 送了一口气 此时 老者从口袋里 掏出一封信 交给罗比心说 我整理老伴的遗物时 发现了这个 不知道对你们有用没用啊 罗比心打开信 愣住了 只见信上写道 关于本院医生杨爽 篡改测试结果情况说明 老者说道 我记得秀琴有一天回来跟我抱怨 说他发现院里有医生在改病例 他很生气 好像那天晚上还跟人家在电话里吵了起来 很少见他这样 罗比心看了眼明川 明川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这封线 下午 他们把案情向忠义进行了汇报 忠义向坐在对面的罗比心和明川附述道 所以 杨爽因为替家属篡改康复中心测试结果 被吕院长发现 导致他策划了病人出逃 并把刀交给了陆正强 试图掩人耳目 最终 致使吕院长在阻拦病人出逃的过程中 中刀身亡 是这样 罗比心点头道 这案子还真是巧 要不是老李和陆正强提醒我们 还真没有什么线索 这杨爽想的挺贼的 故意把刀给陆正强 没给张金和萧飞 忠义点头 简坐在一旁的明川始终紧锁着眉头 便问道 明川 你的意见哪 明川此时在一旁发着呆 忠义起身推了他一下 他这才回过神来问道 哦 什么 罗比心感到奇怪 你怎么了 从吕院长家回来以后 你就黄不守舍的 明川勉强的笑了笑 没有回答 忠义问道 案子还有一点吗 明川摇头道 应该没了 可是 我总是觉得咱们漏了点什么 忠义一愣 问罗比心道 比心 证据练闭合了吗 罗比心点了点头 明川笑了笑说 也可能啊 是我想多了 罗比心看着明川异样的状态 非常的忧虑 明川与罗比心离开办公室 罗比心叫住明川道 你怎么了 真没事吗 明川摇了摇头说 我给你看一个东西 说着 他从口袋里 掏出来一份病例的复印件 罗比心努力辨认着 医生极其潦草的字 脸颊 是 什么皮下 明川在一旁说道 请皮下这些除数 罗比心一惊 问道 这是谁的病例 明川神色一暗 使了指自己 罗比心愣住了 几个科员正在整理着材料 角落一份报告 被科员拿了起来 询问胡曼道 曼姐 精神病院的案子结了吧 这还送罗队那儿吗 胡曼问道 什么呀 科员说道 好像是猫的检测报告 胡曼一边整理一边说道 哦 没用了 直接归党吧 科员点了点头 将报告随手丢到了档安架里 报告露出一角 上面写着 狂犬病毒检测结果 银杏 办公室里 黄晓荣拿着一份报告 看着江小白说 听说你抓人的时候摔倒了 还是被绿豆划倒的 有录像吗 给我看看 我还以为电影里面都是骗人的呢 江小白不屑地说 哼 没错 我是摔倒了 但最后人是我抓的 所以啊 桑安 还是得啊 多靠脑子 你像丁队那样 游勇无谋 黄晓荣突然看着江小白的身后 说道 丁队来了 江小白突然吓得面如土色 飞奔到黄晓荣的身后躲了起来 黄晓荣无嘴偷笑 江小白抬眼看着 并没有人来 黄晓荣笑道 还以为你脑子有多好使呢 那我问你 这个陆正强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攻击性 为什么那天晚上会突然向前大变 开始杀人 江小白摇头道 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 很难用常人的思维去分析吧 他们脑子里啊 总是有各种五花八门的奇思妙想 黄晓荣说道 明川老师说了 精神病人的攻击行为 都是在幻觉 妄想支配下产生的 但他们五个人的幻觉 妄想 全部一模一样 这怎么可能呢 江小白轻叹与神道 唉 那你说是怎么回事啊 陆正强不会也是假装的吧 如果他是假装的 也装得太完美了 连比心姐和明川老师都骗过了 黄晓荣皱着眉手 太过一致的案件动机 本身就有问题 对了 这个吕秀琴跟我师父有什么关系 案发前 他和比心姐好像找他有事 江小白小声地问道 你 真想知道 黄晓荣见江小白神神秘秘的 有些好奇 他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啊 江小白凑到黄晓荣的耳边 耳语了一阵 片刻后 黄晓荣的脸色为之一变 他问道 你说什么 比心姐在查我师父 江小白赶忙示意他小点声 黄晓荣站起身来 拿出手机要打电话 我得告诉我师父 江小白赶忙拦着他 说道 你别 你别冲动啊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你师父已经知道了 两个人都已经说开了 黄晓荣恍然大悟 哦 我说前阵子两个人阴阳怪气的 原来背后还有这么一出 说到这里 他皱着眉说 好你个江小白 知道了也不告诉我 江小白说道 我跟你说了 结果那天呢 你跑得比兔子还快 黄晓荣问道 快跟我说 比心姐到底为什么查我师父 江小白神秘兮兮的说 你要保密 黄晓荣点头 他这才小声的说道 是因为干尸案 上面怀疑啊 是内部人作案 明川老师 作为被怀疑的对象之一 被调查了 为什么怀疑我师父 有证据吗 江小白皱着眉说 你别着急啊 现在比心姐啊 已经排除了明川老师的嫌疑 那还是有一些疑点 比心姐啊 正在追查呢 她做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好早点给明川老师 一个清白啊 黄晓荣冷笑道 你这是什么话 我师父肯定不是凶手 根本就不需要证明 江小白没好气的说 话也不是这么说啊 如果不是你帮他远谎 他早就没嫌疑了 黄晓荣微怒道 你的意思 这件事还得赖我是吧 江小白连忙白手道 不 不赖你 明川老师 也是为了维持男神形象 才不想让人知道 他去看心理医生的 不过这说来也怪啊 李卓是明川老师的心理医生 比心姐才刚查到李卓 这李卓就死了 死因到现在都没有定案 后来比心姐又查到 明川老师小时候 曾经待过的地球村孤儿院 结果长途客车在返回的途中 遭遇纵火案 车上的人全都烧死了 比心姐因为意外 中途下车 才躲过了一截 再后来 比心姐和明川老师 一起查到原来的 孤儿院老院长 吕秀琴 院长就被自己管的 精神病人给杀了 这些人呢 早不出事 晚不出事 刚有点线索 就一个个死得莫名其妙 仿佛 每一步都是计算好似的 黄小荣一愣 你的意思是 有人在暗中阻止 比心姐的调查 而且这个人熟悉 比心姐的每一步计划 总是能够提前布局 杀掉关键的证人 江小白点点头 有些毛骨悚然 好可怕 师母说来 真正的幕后凶手 很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啊 不是你爸 江小白猛地摇摇头说 怎么可能啊 那些案发的时候 我不都在你这儿吗 说得也是 对了 你最近来我这儿 也来得太轻了吧 工作重要还是闲聊重要啊 江小白知悟道 那个 这也不算闲聊吧 那我先走了 江小白转身要走 黄小荣正要工作 她看了看周围空荡荡的 气氛有些阴森 想了想说 回来 去把活拿到这里干吧 江小白洗出万外地说 你也害怕呀 黄小荣严肃地说 给你五秒钟时间 过时不后 五 四 江小白转身便跑 等等我 马上就来 上午时分 陆正强穿着精神康复 忠心制服 懵懵懂懂地 慢慢地走进服饰店里 出来的时候 一双手将一大袋垃圾 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并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此时 她已经变成了一个 打扮时髦的中年男人 她戴上墨镜 潇洒地坐上出租车 扬长而去 垃圾桶里 蓝白条纹衣服上 精神康复中心的红字 清晰可见 汽车在路上行驶 罗比兴开着车 明川坐在副驾驶上 胳膊撑在车门上 望着窗外 不知在想些什么 车中非常的安静 片刻 明川突然开口问道 你说 他知不知道啊 罗比兴安慰道 郎教授和你养父母 是几十年的至交 也许会知道些什么 明川无奈地说道 现在他们都不在了 我也只有问他了 说到这里 他面露疑惑地接着说 从医院门口抱回来 和从孤儿院抱回来 有什么区别啊 他为什么要骗我啊 罗比兴说道 别想这么多了 等会问一问 说不定就都知道了 明川点点头 片刻后 他悠悠地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总觉得 他是想遮掩什么秘密 罗比兴好奇地笑道 难道你的真实绅士背后 其实隐藏着一个惊天大案 他怕说出来了 就会被人发现 明川不解地说道 什么惊天大案呢 罗比兴异想天开地笑道 嗯 他就是干尸案的凶手 明川一愣 只见罗比兴 一本正经地说道 说不定平时什么 乐观开朗啊 老顽童啊 都是假象 其实他是个残忍是穴的杀人恶魔 每当黑夜降临 他就会私掉伪装 露出他猙獰的獠牙 说着说着 连他自己都乐了 明川也笑了 说道 哈哈 他要是有本事杀那么多人呢 干脆去当职业杀手算了 得挣多少钱呢 还在这苦哈哈的研究虫子 他图什么呀 罗比兴笑道 行了行了 咱们是去见你老师 怎么弄得要去跟审犯人似的 还提前套好词 明川失笑着摇头 重新看向窗外 车窗外景色飞速地闪过 明川的脸隐隐地映在窗上 笑容却渐渐收敛 神色难掩沉重 车停在楼下 熄火 明川却坐在原地 迟迟未动 罗比兴看到他的样子 不禁有些想笑 可能是他一向临危不乱 总能给人一种泰山崩于前 而面不改色的样子 没想到他此时竟然变得胆怯起来 此时只见明川回头道 要不你跟我一起上去吧 罗比兴乐了 这是你们爷俩之间的事 又不是真去审犯人 我跟着算怎么回事啊 明川没有回答 却依然坐在原地没动 罗比兴看了他一眼 说道 你不会是紧张吧 明川顿了顿 看了一眼罗比兴 声音平静地说 没有 说完就拉开车门 大步走上楼去 明川站在郎世明的门前 抬手欲敲 顿了顿 手又收了回来 明川愁愁片刻 低头深深地吸了口气 这才抬起头来 伸手敲门 结果手还没有敲下 门却突然从里面开了 郎世明拎着垃圾袋 站在门内 他一脸意外地问道 明川 你怎么这会儿来了 明川已愣 一瞬间有些无措 随后 他深吸了一口气说 老头 我有事情想要问你 郎世明看他一脸凝重的样子 心里隐隐地觉得有大事发生 于是 先把垃圾放在门内 带着明川回到了书房里 刚坐下 明川就把孤儿院的照片递给他 结果 郎世明低头看着照片 神色难辨 长久的沉默 明川坐在郎世明的对面 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的反应 气氛有些压抑 半晌 郎世明放下照片 抬眼看向明川 明川不自觉地微微坐直了身子 郎世明却突然笑了 唉 你终于还是问出来了 明川听闻就是一愣 郎世明神色轻松地站起身来 打开身后的保险箱 从里面翻了翻 取出一个小箱子 递给明川 此时就听到郎世明说道 这是跟你身世有关的资料 都在这儿 明川刷得站起身来 他接过箱子 顿了顿 神色复杂地看向郎世明问道 您早就准备好了 郎世明点了点头说 我们都知道 不可能一直瞒着你 早晚是要告诉你的 只是没想到 这么快 明川看着手中的箱子 却没有立刻打开 那您为什么 之前没有给我呀 郎世明没有回答 指了指那个箱子说 先看 明川低下头 手指顿了顿 再轻轻地打开 项中不知放了什么 明川的双眼猛地睁大 整个人都降住了 片刻 他不敢置信地 抬一眼看向郎世明问道 这是 郎世明 末然点头 一直不敢告诉你 是怕你多想 不过你已经大了 有能力面对这些往事了 明川定在了当地 一时不敢置信 郎世明长叹一声 抬手落在明川的肩上 用力地握了握 神情五味杂陈地说道 明川 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 你是明川 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孩子 我最得意的学生 这一点 永远都不会变 此时的罗比心 听着车里的音乐 胡乱哼哼着 突然 明川面无表情地坐了进来 罗比心赶忙关掉音乐 关切地看着明川问道 怎么样 郎教授确实知道 都说清楚了 没什么大事 他们就是担心我瞎想 明川平静地说道 罗比心看得神情凝重 无意识地向伸手触碰他的手臂 他突然回过头来问道 不走吗 罗比心伸出去的手 迅速搭在档位上 启动了汽车 驶出了小区 此时的明川 看着熟悉的景色 渐渐地倒退 不由地想起刚才的事情 就在刚才 郎世民 看着翻动明川 小时全家照片 和信件资料的明川 沉重地说道 欲人勿知 莫若勿为呀 何平当年 只身一人要去邻国找陆伟 还偷偷把你送进了福利院 可他这一去 就再没了消息 后来我找到你的时候 你已经被现在的养父母收养了 他们很爱你 我也就放心了 明川压抑着自己内心的激动和讶异 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郎世民望着眼前的昆虫饲养缸说 其实从你进景校的那一天起 我就知道这件事 早晚得告诉你 过去因为你还小 我和老明两口子商量着 不把这事告诉你 后来嘛 你依靠了景校 郑神也来了解过好多次你的情况 我想朱和平也就是你爸爸 毕竟是为了复仇去的邻国 陆伟是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 万一真的是他 他在那边犯了罪 不就断送了你的前途吗 明川望着他 问道 他要是真犯了罪 您觉得这事能买得过去吗 郎世民苦笑了一下说 关心则乱 心乱了 想事的时候就糊涂了 人这一糊涂就喜欢走侥幸的路子 所幸的是啊 我后来去过好多次邻国 还真没听说过你爸爸的消息 有时候 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对吗 明川迟疑了一下 缓缓地摇了摇头 在对某个事物说事以前 我要观察触摸 而且不止一次 是两三次 甚至没完没了 直到没有任何怀疑为止 郎世民点了点头说 法布尔 明川说道 法布尔 您最喜欢的昆虫学家 这句话也是您告诉我的 我一直也是这么去做的 郎世民略嫌疲惫地说 那时候 你才十三岁 我还能告诉你一些东西 现在 对不起 明川心疼地看着郎世民 忍住了很多想说的话 第九十六集 辞职 罗比心走进档安市的时候 小王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泡面 罗比心闻到泡面的味儿有些反味 此时 小王侧头看见罗比心 刷得一下子站起身来 努力地往下咽了咽 含糊地喊道 罗队 当看到他细谐地看向桌上的泡面 小王赶紧拉过一打文件挡住了面板 罗比心笑了 你紧张什么 晚饭老是这个不好 小王这才反应过来 黑黑一乐 方便吗 您怎么来了 罗比心说道 没事 你吃 我查点资料 小王坐回去 继续吃着泡面 罗比心打开电脑 登陆系统显示 前一个登陆人正是明川 罗比心的眉头皱起 小王凑过来 使坏地说道 罗队 来查明川老师的岗 罗比心回头笑骂道 去去去 吃你的泡面去 小王端着面板 坏笑着溜了回去 罗比心回头 笑容逐渐连起 在键盘上敲击了几下 调出了搜索记录 最后一条是 A国协查通知 点开后 屏幕显示出 协查通知资料 贵国公民朱和平 十年三十六岁 疑似在我境内杀人 现已失踪 特告知忘协查 罗比心愣住了 此时明川正在 中义的办公室里 将一份报告 递到他手中 中义接过来 却没有看 中义抬头看着明川说 朱和平已经在 邻国境内 失踪三十多年了 国内也从来没有 发现过他的影迹 1988年 邻国确实发过来一个 要我们提供 调查帮助的文件 可疑似杀人 毕竟只是疑似 朱和平至今下落不明 说不定已经 明川站在中义面前 神色平静地说道 中决 还有一个事实 你没有说 中义看着明川的眼睛 缓缓地叹了口气 对 陆伟被害当天 朱和平也突然失踪了 明川缓缓地点了点头 我请邻国的朋友 帮忙查过了 陆伟在朱和平 也就是我爸爸 去邻国前 还生活的一切正常 并没有结下什么仇假 可就在我爸爸 去了邻国后没几天 他就被人杀了 中义疑惑地问道 会不会只是巧合 我爸爸的护照和证件 是陆伟被害现场 留下的唯一线索 都是警察 你真的相信 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巧合 明川严肃地说道 中义沉默地望着 墙角花瓶里的鲜花 明川接着说 老郎教授说 我爸爸去找陆伟 是为了查明 我爷爷失踪的真相 这知道真相的 除了陆伟 应该还有九个人呢 他们不可能都去了邻国吧 中义问道 你还查到了什么 明川摇了摇头 那次科考行动 虽然已经解密了 但是时间 实在是太过久远了 当年参与的人 都已经改名坏性了 我没这么快 就能查到他们的下落 可是 我爸朱和平 已经找了他们三十年了 中义再次问道 你真觉得朱和平会杀人 明川摇头道 我不知道 我一点都不了解他 不过 不了解也好 我认为 我可以尽量理性地 推测他的行为 如果他没见到陆伟 那他为什么不回国呀 如果他见到了陆伟 那陆伟 告诉了他什么 陆伟的死亡现场 为什么 只留下了他的身份线索 他为什么也在同样的时间 突然失踪了呀 如果他还活着 这三十年 他隐姓埋名 又是为了什么呢 忠义叹了口气 这些都只是疑问 没有证据 明川说道 忠义 我们非要等到证据确凿 才让我被迫辞职吗 忠义沉默片刻 轻轻叹了口气说 好 我会帮你递上去的 等贾局回来 再亲自跟他说 你先做好交接工作 等上级的批示 明川点头转身离开 忠义望着明川的背影喊道 明川 我真的希望看到你失败一次 明川顿了顿 由衷地说 谢谢你 明川转身离开 忠义的目光 再次落到那书盛开的鲜花上 眼中似乎闪烁着什么 罗比辛神情凝重 快步走过来 进门却是一愣 他办公室内堆了好几个纸箱 像是有人要搬家 黄小荣声音哽咽道 师父 您怎么能说不干就不干了 不是说好了 要带我好好学的吗 哪有这样的 明川收拾着自己的办公桌 将私人物品一一装箱 他一边装着 一边安抚黄小荣道 你已经很优秀了 可以出师了 黄小荣的眼睛红红的 谁说的 我要学的还有好多呢 您这师父当的不负责任 明川笑了笑 又不是再也不联系了 以后你有什么问题啊 一样可以来问我 明川将几本书装进箱中 刚要再拿起一本 一只手突然将书按住了 他抬头正看到 罗比心一脸温怒地望着他 只听罗比心说道 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干了 明川望着罗比心 愣了愣 片刻 他轻轻抽回手中的书 放进箱子 点头道 嗯 不干了 黄小荣的眼泪 刷得流了下来 焦急地说 罗队 你快捐捐师父吧 他这到底是怎么了 罗比心望着明川的眼睛问道 为什么 明川微微侧头 避开了罗比心的目光 若无其事地继续收拾着东西 轻描淡写地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罗比心有些着急了 他拉住明川道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 我们都会一直站在你身后 你不相信我们吗 明川收拾东西的动作 顿住了 背过身 没有说话 片刻后 只听了说道 我当然相信你们 罗比心死死地盯着明川的背影 黄小荣也期待地看着他 明川回头 却是欠然而疏离地微笑 但 我有更高的追求 罗比心愣住了 突然 外面传来一声巨响 打破了屋中的沉默 办公室外 走廊的大门被人撞开 并春秋快步冲了进来 接到派出所报案 所有人收拾一下 立刻出发去现场 众人一浪 罗比心他们匆匆抵达现场的时候 派出所老周 正在门外给报案人录彼录 罗比心打量那人一眼 只觉得他长得十分老成 看穿戴和神情 像是个出苦力的 老周见到罗比心 忙和他打着招呼 罗比心笑道 您接着忙 我就听听 此时 报案人王一涵 显得惊魂未定 只见他接着说道 我打电话 结果没人接 此时我发现 这房门是吸引着的 我就进去看了看 结果一进来 就看见 他挂在我头顶 吓得我都傻了 然后 然后我就打电话报警了 罗比心听完 就直接走进了现场 此时 屋内几个民警 戴着手套 将李文正的尸体 从悬挂在厨房横梁上的绳索上 取了下来 丁春秋皱眉 问王一涵道 你看到他吊在这 就赶紧跑来报警了 是吧 王一涵 紧魂未定的 握着一杯水 喝了一口 拼命点头 丁春秋 饶有兴致的看着他 问道 你原来是做什么的呀 王一涵一愣 我 我以前在工地干过一段时间 来到这以后 就一直在送水了 丁春秋问道 哦 那你以前在工地 有没有遇到过什么事故什么的 王一涵有些迟疑的说 没呀 现在工地都安全作业了 丁春秋这才说道 难怪你吓成这样 第一次看见死人吧 王一涵不住的拍着胸脯连连点头 此时 老丁说道 你算不错的了 知道第一时间就报警 好多人遇到你这种情况 又是拼命喊人来帮忙 又是打电话给120的 我们警察反倒是最后赶到现场的 证据呀 全都给破坏了 根本没办法判断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一涵愣愣地看着他 说道 我 我当时吓傻了 我没多想 丁春秋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没事 别想了 去读完笔录 回去好好休息 王一涵急忙点头 丁春秋冲一旁的潘普 做了个手势 潘普走到王一涵的面前 说道 跟我来 王一涵点点头 跟着潘普 离开了李文正的家 看着王一涵离去的背影 丁春秋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怀疑 厨房里 一闪一闪的闪光灯光线 将李文正毫无血色的脸打亮 黄小荣蹲在李文正的尸体旁 进行着检查 胡曼举着相机在厨房内取证 丁春秋走进来问道 怎么样 胡曼有些泄气 摇了摇头 将相机挂在了胸前说道 你也知道有人进来过了 好多线索都已经被破坏了 丁春秋问道 死亡时间呢 黄小荣说道 根据室温室班判断 差不多两到三个小时之前 也就是差不多晚上六七点的样子 能确定是自杀吗 丁春秋接着问道 黄小荣有些犹豫的说 不好说 丁春秋一愣 怎么 从脖梗处的伤痕来看 像是自杀 包括他身上有不少碰撞伤 也有可能是因为在挣扎的时候导致的 只是 丁春秋接着问道 这是什么 黄小荣将李文正的尸体翻了过来 掀开李文正的衣服 一大片的瘀青露了出来 众人一惊 只听黄小荣说道 即便是死前挣扎 也不会在这种部位造成大片的瘀青 但这个伤究竟是什么时候 怎么造成的 就很难判断了 丁春秋点了点头 他突然意识到什么 说道 诶 你师傅呢 黄小荣顿时有些低落 他说他有事 就不过来了 丁春秋看着黄小荣难过的样子 轻轻地拍了拍黄小荣的肩膀 也是叹了口气 他转身准备离开 目光突然扫到厨房角落的一个吊柜上 柜子里整齐地摆放着一排瓶装矿泉水 丁春秋一朗 回头看向客厅 客厅的角落里正摆放着一台饮水机 丁春秋指着吊柜内的矿泉水 叮嘱胡曼道 把那个也带回去 说吧 他转身走出了李文正家的厨房 一块白布将李文正苍白的脸轻轻地盖上 解剖室里 黄小荣举着手电筒 仔细检查着李文正口腔内的情况 他自言自语道 舌骨折一丝刺意造成 牙印严重萎缩 牙齿有明显松动迹象 说着 他松开李文正的嘴 放下手中的手电筒 将刚刚检查的结果记录了下来 随后 他放下笔记 转过身 去拿解剖刀 这时 有人把一把解剖刀递给了他 黄小荣救谁了 师父 要不还是你来吧 明川看了一眼他手中的解剖刀 笑了笑 你都已经继承那么多案子了 这会儿还撒什么脚啊 黄小荣胆怯地说道 我怕我 我相信你 明川笑道 说吧 他转身走出了法医中心 看着明川离去的背影 黄小荣的眼中满是不舍 黄小荣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中的解剖刀 刀柄的尾部 用漂亮的形海刻着一个名字 此时 他突然回过神来 急忙用纸巾 逝去了眼角的泪水 继续尸检 上午时分 案情分析会照例进行 投影瓶上 投影着李文正的死状和一些解剖画面 黄小荣自信地说道 李文正的肺部与心脏都发现了出血点 结合体表的症状 李文正的死因是由于绳索压迫 导致的呼吸道堵塞 及脑部供养不足 潘普问道 这么说 李文正确实是自杀咯 黄小荣露出了明川式的笑容 不一定 丁春秋皱着眉手 小黄 你说说看 黄小荣说道 我在解剖时发现 李文正的心臂有部分缺血坏死的现象 而这正是由于心脏的灌脉主干 其分支堵塞造成的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梗 虽然在自意的过程中 有可能发生心梗的情况 但极其罕见 所以我推测 李文正多半是在之前就有了心梗的症状 丁春秋一听 当即说道 一个心梗发作的人绝对没有能力完成上吊自杀这么复杂的动作的 看来这李文正的死极有可能是他杀 罗比辛用鼓励的眼神看着他 说道 小黄 干得不错 黄小荣笑嘻嘻地跑回到自己的位子上 潘普竖起大母哥说 行啊 现在越来越有你师父的样子了 此时 老丁疑惑地说道 但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众人都看向了他 只见老丁不急不慢地说 如果说李文正当时已经突发心梗 凶手就算不把他给吊起来 要不了多久他也会死 何必有多次一举呢 除非 罗比辛接过了话茬说道 仇杀 凶手非得用这个方法把李文正给弄死 丁春秋认同地点点头 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啊 罗比辛说道 小白 你去调查一下李文正的背景 以及有可能犯案的嫌疑人 江小白点头 转身 就要往屋外走 罗比辛此时喊住他 等等 走到门口的江小白停下了脚步 疑惑地回过头来 问道 这 怎么了 罗比辛问道 你打算怎么查 江小白一脸地诧异 不是刚才说的调查李文正的仇家吗 罗比辛长叹一口气 有些无奈地看着江小白 丁春秋看了一眼他 立刻明白过来 皱着眉说 小白 我问你 凶杀案中 除了死者的仇人 有杀人嫌疑 还有谁最可疑 江小白一脸疑惑地看着众人 丁春秋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 潘仆忍不住提醒道 小白 你啥时候能像小黄一样 学聪明点 江小白突然反应过来 说道 报案人 报案人有杀人的嫌疑 罗比辛美好气地说 知道了还不快去 江小白急满转身跑出了会议室 下午的时候 江小白匆匆回到了办公室 他端起桌上的茶杯 现咕咚咕咚地喝了一杯水 便朝着罗比辛他们走去 罗比辛见到他 问道 消防的情况如何 江小白抱着笔记本 在一旁进行讲解 李文正 1964年生 本地人 以前在大案馆工作 退休后一直靠退休精神活 我问过李文正的邻居和他以前的同事 大家都说他平时身居显出 为人也很随和 并没有与谁结过仇 丁春秋问道 我们让你查的那个宋水工呢 江小白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去宋水站问过了 他两年前呢 刚来到鹏海市 除了宋水跟被害人也没有什么交集 并没有什么杀人动机 憨普皱着眉手 这就怪了 难道我们侦查方向错了 不是仇杀 是劫财 丁春秋没好气地说道 老头家里那样子 你觉得有什么可拿的 再说了 一般的劫肥 也没必要下这么狠的手 众人陷入了沉默 江小白看着自己的笔记说道 其实有个人挺可疑的 罗比心问道 谁 江小白补充道 李文正的儿子 李乔 听说这个李乔啊 大学毕业了 也不工作 一直在玩乐队 缺钱了 就回来找李文正要钱 李文正死的那天下午 曾有人听到过 李文正和李乔 正在家里吵架 丁春秋一拍大腿说道 以后这种事能不能早说 江小白有些委屈 不是一直没机会说吗 罗比心问道 这个李乔的行踪 你查到了没有 江小白点点头 罗比心接着说 先顺着这条线查下去 老怪 你去胡门那里催一下 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线索 丁春秋起身就出去了 众人正要四散而去 一旁的黄小荣 突然站起身来 比心姐 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吗 罗比心犹豫了一下 嗯 你跟江小白一起去吧 两个人还能有个照应 黄小荣高兴地点了点头 一同走出了办公室 看着黄小荣离去的背影 罗比心一时间有些恍惚 他下意识地向一旁看去 明川的身影从走廊一闪而过 晚上的时候 两个人经过一番周折 好容易找到了这个地下摇滚酒吧 一进门就听到了令人躁动的音乐声 游暗狭长地走道 在红蓝光线的衬托下 显得异常迷幻 江小白和黄小荣并还向一走着 不时有一些喝多的俊男靓女们 从二人的身边擦肩而过 几名衣着暴露的妖艳女郎 聚在女厕所门口 冲着江小白投去了挑逗的目光 江小白不由地打了个机灵 急忙躲开了女郎们炽热的目光 江小白凑到黄小荣的耳边手 一会儿啊 你跟好我 别跑丢了 黄小荣不懈地看了江小白一眼 快步向前走去 江小白急忙跟了上去 二人在一出大门前停了下来 江小白急忙说道 我不是让你别乱跑吗 黄小荣撇了撇嘴说 瞧你那个怂样 江小白脸一红 我是担心你 黄小荣没有理他 一把推开面前的大门 顿时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声响彻全场 舞台上几名打扮怪异的摇滚青年 正在卖力地演出 舞台正中一个长发飘飘 朋克造型的年轻主唱 正奋力地嘶吼着 江小白不由地捂住耳朵 大声地喊道 这 这都唱了什么呀 一旁的黄小荣却显得有些兴奋 脑袋不由地跟着节奏摇摆起来 他鄙视地看了江小白一眼 说道 你懂什么 这叫歌特摇滚 在国外很多这种风格的乐队可有名了 求你一副少千多怪的样子 江小白指着台上奋力演出的李乔说 你看那个唱歌的 应该就是李乔吧 画那么粗的眼线 不仁不贵的 黄小荣笑道 这个范儿多正啊 你以为别人都跟你似的 就只知道阿迪奈克 此时就听到有人起哄道 停停停 别唱了 音乐声戛然而止 江小白与黄小荣往台上看去 一名醉酒的观众正拿着一个酒瓶 晕晕呼呼地站在李乔的身边 底下还有观众在起哄 你们这唱的都是什么玩意啊 李乔怒道 这是我们乐队的原创 还原创 我告诉你 你这不叫原创 叫他妈的鬼哭狼嚎 李乔一听 勃然大怒 一旁的被死手见状 急忙上前拉住李乔 冲李乔使着眼色 呦 你还不乐意了呀 你们说 我说的对不对啊 是 没错 太难听了 此时 那个人指着李乔的鼻子说道 听到没有 就你们这几块料 还算搞原创啊 心里没点数吗 经理一路小跑赶到了舞台上 拉住了 消消气消消气 怪我没跟他们说清楚 你想听什么歌 您告诉我 我让他们唱 就那个 现在特别火的那个 叫什么 雪猫叫的 经理转身说道 听到没有 人家要听雪猫叫 李乔的手紧紧的攥着 青筋抱齐 他对着经理说道 我们是搅滚乐队 唱不了流行 唱不了流行乐是吧 一样的歌 总该会吧 那就给我唱海阔天空 李乔一动不动 经理上前不满意的 推了他一把 还愣着干嘛呀 海阔天空也不会唱啊 李乔紧咬着牙说 我们来之前都说好了 不接受点歌 经理大怒道 你们一个走学的小破乐队 跟我谈条件是吗 说着 经理掏出一把钱 砸在了李乔的脸上 我就问问你今天唱还是不唱 红色的人民币一张一张落在李乔的脚边 屋内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注视着台上的李乔 他突然抄起身上的吉他 猛的朝地上砸去 音响发出一声巨大的噪音 那吉他瞬间支离破碎 四下飞散 经理急忙护着台上那个人躲到一旁 现场是一片大乱 李乔转身离开舞台 黄小荣和江小白健壮 急忙追了上去 YouTube频道招花稀释 感谢您的收听 还有哪些您想听的小说 请给我们留言 欢迎点赞加关注 下回更新不迷路 第98集 动机 休息室的门扮演着 经理气急败坏地站在休息室内 指着拿冰袋扶着眼角的李乔骂道 你今天是来砸场子的吧 赶紧给我滚蛋 李乔一脸无所谓地说 钱还没给呢 经理被气得语无伦次地说 就你这样 还他妈有脸跟我提钱呢 李乔不以为然地说 壳动人写得明明白白的 你就该付钱 经理气得都快吐血了 他妈道 我真是倒了他们八辈子血没了 碰上你这么个玩意儿 说完 经理气急败坏地走出了休息室 正巧撞见了 等在门口的江小白与黄小荣 在经理离开后 黄小荣与江小白走进了休息室里 李乔正低头玩着手机 没注意到黄小荣与江小白 他低着头说道 不给钱我们是不会走的 江小白问道 请问李文正是你父亲吗 李乔一愣 他抬起头来 见江小白与黄小荣正站在自己面前 于是他问道 你们是谁啊 江小白掏出证件说 警察 我们想了解一些你父亲的事情 李乔放下手机说 听说老头昨晚自杀了 听到这里 两个人不由地互相看了一眼 心里琢磨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儿子 李乔看了一眼一旁破碎的吉他 低下头继续摆弄着手机 声音显得有些低沉 他的事情我不太清楚 江小白问道 听说你昨天下午晚期的时候 见过李文正 李乔没有否认 点了点头 你去找他做什么 江小白问道 这是我们家的私事 我不想说 李乔满不在乎地说道 江小白皱着眉手 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 李乔不悦地将手机 扔在了沙发上 你们这些当警察的 能不能干点正事啊 问东问西的 有什么好问的 赶紧走完程序 我好给老头办事 江小白冷笑道 可我听说 你跟你父亲关系不好 李乔皱着没问道 关系不好怎么了 怎么说他也是我爸 江小白笑道 好好好 你呀 先别激动 我们也只是例行调查 不然呢 我们这时间 得拖得更久 李乔一屁股坐回沙发上 心烦意乱地点了一支烟 江小白问道 你能说说 你们昨天见面时 他的状态吗 李乔深深地抽了口烟 长舒了口气说 跟平时差不多 冲着我就是一顿骂 江小白问道 你知道他为什么自杀吗 李乔立马焦躁起来 我怎么知道 反正我走的时候 他还追出门骂我半天呢 江小白立刻摆了摆手 安抚李乔道 那他平时都跟什么人有联系啊 李乔不耐烦地说 不知道 只是说到这里 他接着说 这事你们可以去问问那宋水的 江小白一惊 宋水公 就是总给我们家送水那宋水公 跟我们家老头关系挺好的 说到这里 李乔不由自嘲地冷笑一声道 老头都快把他当成亲儿子了 江小白找出了王一涵的照片 递到李乔面前问道 你看看是他吗 李乔看了一眼照片 一眼便认出了王一涵 说道 就是他 我那天走的时候还碰到他了 江小白和黄小荣不由地对视一眼 江小白问道 你说你碰到他了 什么时候 在哪啊 楼道里啊 就是我从老头家出来那会儿 正说着 休息室的门突然被人推开 乐队的另外几名成员 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 黄小荣与江小白让到一边 被厮守 从手中的塑料袋内 掏出一瓶矿泉水 扔给李乔 李乔伸手一把接过矿泉水 拧开瓶盖大口地喝了起来 黄小荣撇了一眼休息室的桌子 只见桌上早就放了好几瓶矿泉水 喝完水的李乔 顺手将空瓶子往边升一撇 被乐队的人说道 你们怎么这么慢呢 我都快渴死了 贝斯手一脸无奈地看着李乔 还他妈不是因为你挑啊 我们走了好几条街才找到 李乔美好气地哼了一声 活该你们写不出好歌来 一点追求都没有 贝斯手无奈地说道 是是是你说的都对 我问你这个新效果器哪来的呀 黄小荣看到那是一个崭新的效果器 而且还不算便宜 此时只听李乔笑道 买的呀 骨手冷笑道 别吹牛了你有那么多钱吗 李乔一脸的不满 你管着嘛有的用不就得了 贝斯手皱着眉说 哎呀 我不是怕你为了这个 又跟你家老爷子置气吗 老的那个呀 你还凑合着能用 李乔突然不耐烦地说 我的事你们就别管了 贝斯手无奈地撇了撇嘴 一回头 看见了角落里的江小白和黄小荣 他诧异地问道 他讲谁啊 李乔瞥了一眼江小白与黄小荣说 警察 贝斯手与鼓手一听 顿时愣住了 惊讶地看着李乔 李乔皱着眉问 你们俩还有什么事吗 江小白刚想接着盘问李乔 黄小荣偷偷在背后 使劲拧了江小白一下 刚刚张嘴的江小白发出一声惨叫 屋内众人一愣 黄小荣笑了笑说 没事没事 他这个人就有这毛病 人一多就紧张 回头我带他去看看心理医生 众人似懂非懂地看着江小白 江小白想说什么 被黄小荣拖着出了门 江小白一脸焦急地说 你干嘛呀 我还没问出个所以然呢 这回头怎么跟笔心结解释啊 黄小荣一脸坏笑地 拿出一瓶喝了一半的矿泉水 江小白一了 不由地想起 这应该是李乔喝完扔掉的瓶子 对黄小荣竖起大拇指说道 你下手够快的呀 我一点都没发现 黄小荣一脸得意地笑了笑 回去吧 看着黄小荣离去的背影 江小白的眼中满是温柔与喜爱 江小白低下头偷笑两下 快步追上黄小荣 二人一同走入喧闹的酒吧街中 有说有笑 烈日当空 王一寒拎着一个空水桶 从楼道内走了出来 将空水桶放在了送水车上 汗水已经湿透了他的后背 他擦了擦汗 这时一个人影走到了王一寒的身后 他回过头去 只见江小白正站在自己的身后 王一寒看到江小白 于是问道 你是 江小白掏出自己的警官证 说道 是行警大队的 想跟你再确认一下 你为这死亡当日的情况 王一寒愣愣地看着江小白 一脸的迟疑 不过他随后反应过来 两个人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坐下 他主动把经过又叙述了一番 江小白看着自己手中的笔记 有些迟疑地看了一眼王一寒 问道 就这样 王一寒迷茫地点了点头 对啊 江小白提醒道 你确定你没有漏掉任何细节 王一寒沉思了片刻 突然想起了什么 哦 我上楼的时候 撞见过一个人 江小白马上问道 谁 王一寒想了想 摇头道 不认识 小区里来来回回那么多人 我也不可能都认识啊 江小白接着问道 男的女的啊 男的 江小白又问道 长什么样 你还有印象吗 王一寒为难地摇了摇头 没看清 警官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江小白在本子上 记下了王一寒的证词 合上了笔记本 从长椅上站了起来 哦 没事 只是例行调查 谢谢你的配合 如果想起了别的事情 记得随时跟我们联系 王一寒 憨厚地点点头 江小白转身离去 目送着江小白的身影 走出了小区大门 王一寒推动着水车 继续往下一户的方向走去 例行分析会上 李乔与王一寒的照片 被江小白贴在黑板上 江小白介绍完走访的情况后 丁春秋坐在座位上 看着两人的照片说 现在李乔和王一寒的共述 是相互矛盾的 我觉得 兴手就在他们两个之间 江小白谨慎地说道 万一还存在第三个人呢 罗比心摇里摇头手 我同意定对的想法 凶手活活吊死了李文正 如果他俩说的都是实话 李乔走的时候 遇见了来给李文正送水的王一寒 那么这第三个人 几乎没有作案时间 丁春秋点头道 是的 这两个人之中 势必有一个在撒谎 明川带着黄小荣走进了会议室 丁春秋一愣 怎么 有新线索 明川笑笑 没有回答 走进会议室坐下来 身后的黄小荣 将一个装有麻绳的正物袋 摆在了会议桌上 麻绳上 隐隐的有些血迹 此时只听他说道 这是吊死李文正的麻绳 我们在麻绳上 发现了一个人的血迹 听闻 罗比心一愣 谁的 明川在一旁就坐 说道 丁春 众人一愣 片刻后 潘普问道 丁春秋 你瞧 吃钱吗 江小白点头道 薛 我小伙计也看见的 潘普摇头道 那也不对 现场虽然有人进去过 但还是比较整齐的 基本没有打斗的迹象 丁春秋笑道 这你还不明白吗 肯定是重新布置过了 江小白皱着眉手 那这时间更不对了 罗比心问道 吊死的是李文正 为什么绳子上会有李桥的血迹 黄小荣解释道 可能在作案的过程中 被麻绳划破了少 罗比心问明川道 可如果这麻绳本来就在家里 上头有李桥的血迹 也说得过去吧 明川凝视着麻绳 点了点头 确实说得过去 可他除了清理现场之外 应该还做了一件事 众人一丈 随后 他们开车回到现场 进入房间后 他们按照明川的指示 翻箱倒柜的寻找着 明川把抽屉拉开 里面堆放着一碟电费单 他拿开一张翻看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他的身后 几个警察正在翻箱倒柜 寻找现金 罗比心看他莫不作声 于是问道 怎么了 明川的思绪被打断了 他回过头来 发现罗比心正看着自己 他摇了摇头说 为什么 老爷子挺接见的 罗比心接过电费单问道 四十多块钱 不正常吗 黄小荣在一旁轻呼道 啊 为什么我四百呢 明川笑道 你那是不回家吧 罗比心也愣了 以后尽量改正 明川皱着眉问 找到了吗 罗比心此时说道 还没有 是不是我们搞错了 现在哪还有在家拼命藏钱的人 明川笑了 听老怪就是 罗比心一愣 笑道 四方前是吧 回头告诉中局 明川点头道 没事 他找不着 众人当即都笑了 突然 屋内传来了 江小白的惊呼声 比心姐 找到了 明川和罗比心就是一愣 迅速的 惩惧无奈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